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是南加州大型华人社团之一的美国北京联合会的会长 今天早上有一则新闻 所以我想说一下 也就是洛杉矶时间周四的上午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有关于弹劾案的一个议案 这个议案的主要内容是 对弹劾案的指导方针或者一些规则 做出了一些规定 那么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信号 因为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 反对他的声音很多 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 也有一些人要提出弹劾他 但是弹劾在美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非常不容易 因为他在弹劾案在美国 他需要达到的一个门槛很高 他需要美国国会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 才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弹劾的决议 所以要想说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 必须在光靠一个多数党是达不到这个多数的 需要靠两党共同达成这么一项共识 但是我们知道虽然说特朗普总统自从当选以来 就是一位比较有争议的人物 但是从去年以来 中期选举 民主党因为至少在众议院 现在是取得了多数 所以很多人就在想说 民主党自从掌握了众议院的多数之后 是不是就会在考虑推动这个弹劾案 看来今天早晨确实是做出了第一个动作 所以看来这项动作是不是还要继续的推行下去 有没有更大的动作 我想这是我们想要拭目以待的事情 这就是所谓的无风不起浪 观察一下 那么另一个话题 就是民主党第三轮辩论 在周四的晚上 也就是今天要在休斯顿举行 这个我看了一下美国媒体对这次辩论非常关注 因为这可能直接影响到明年一月份 谁能代表民主党成为总统的候选人 那么有十位候选人 现在拜登的民调还在第一 第二是沃伦 也是一个马州的联邦参议员 另外有桑德斯 那么当然我们华人比较关注的是这个杨安泽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辩论呢 美国媒体呢是非常关注 不知道这个你怎么看这次这个民主党的辩论 像您所说这次辩论呢 一共有十位民主党的候选人 应该说这个现在民主党内参选的热情是很高涨的 当然他们也是看到了 因为特朗普总统是一位很有争议性的人物 很多人呢 即使说是不用弹劾的手段把他拉下台 也是有很多人希望在美国明年的大选当中 民主党希望能够放手一搏 因此呢很多民主党内的人士 是跃跃欲试想要来参加明年的大选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有十位候选人 我想这十位候选人呢 据我所知吧 他们能够成为今天晚上参加辩论的候选人 是他们要看最近这个民调支持率 至少要达到2%以上的支持度 他们才能参加今晚的辩论 刚才您提到的唯一一位这个华人的这个参选人啊 就是杨安泽啊 那个英文他叫做安主阳 对他是民调呢达到3% 刚刚的超过了这个2%的上限 所以说呢 他也算是很幸运的成为这十位今晚参选的候选人 其实能够进入到这个前十名啊 就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了 我认为作为美国华人来说 可能华人在美国人口的总数也就是2% 3% 对基本上亚裔是5% 那华裔多数也就是2% 3% 对对 所以说呢 他能够越过2%的这个门槛 而且我们知道 很多华裔还不一定是支持民主党的 对 而且支持民主党的人里面 也不一定是支持杨安泽 所以他能够达到3%的这么一个支持度 肯定是不止有在这个华裔选民当中的支持 还有很多其他族裔对他的支持 对 在这十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当中呢 说实话 我个人啊 比较关注的主要有这么几个人 一个就是前副总统拜登 拜登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 很遗憾 他没有能够参加上一次美国总统的大选 就是2016年 对对对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当然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希拉里克林顿 他是一个很强势的女性候选人 他参加竞选是当仁不让的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 拜登没有参加竞选呢 也是他的家庭出现了一些变故 他的儿子因为这个患癌症啊 那个去世了 所以他也是内心沉浸在一种很大的悲伤当中 他很难去投入到这么大型的一个总统选战当中来 这也是他没有参加竞选的原因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 但是呢 我觉得啊 过了四年之后 拜登副总统呢 他经过了四年的调整 他这一次 似乎已经是这个雄心勃勃的来正式的要加入到这个美国总统的大选 而且一直我觉得自从他宣布要代表民主党参选以来啊 拜登副总统一直在民主党的这些候选人当中啊 是名列前茅的 对啊 甚至可以说是一路领先 另外呢 我比较关注的一位候选人就是Sanders 桑德斯 桑德斯老 也是年龄很大 对 桑德斯年龄好像已经78岁 甚至可能还稍大一些 确实我觉得作为总统候选人来说呢 显得年龄偏大 但是呢 我觉得美国这个社会啊 它的包容性很强 他并不会说因为谁的年龄大了 就会被认为是这个在候选人当中不是很被看好的 有时候恰恰相反 凭着他的年龄 凭着他的这种社会经验 从政经验和他的一些这个政治主张啊 他往往还可以在这个选民当中赢得很大的支持 包括这一次呢 其实Sanders 他在上一次啊 他就已经在民主党内 对希拉里克林顿形成了很大的冲击 他也是可以说在民主党内的初选当中啊 一直是开始在开始阶段啊 紧紧的咬住了希拉里克林顿 后来他在中途呢 渐渐的出现一些落后的迹象 后来他宣布退选 这一次呢 他又是在卷土重来 他其实在某些方面啊 就像是这个特朗普在共和党内一样 桑德斯他并不是一个传统的民主党人 他提出的很多这个政治上的主张啊 在民主党内呢 也是怎么说呢 不说奇葩吧 也算是一只独秀的 他和传统的这个民主党的政治人物 也不是很相似的 包括他所提出的这种 社会福利方面的这些 他的主张啊 都是非传统性的 而且他得到了很多美国青年人的支持 因此呢 我对这位候选人也是比较关注的 再有呢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华裔候选人杨安泽 虽然说啊 我们确实觉得杨安泽可能最后 从民主党内初选胜出的概率不是很大 但是呢 他这次能够脱颖而出 至少进入到了这个民主党前十名 成为一个有力的 至少说党内初选的有力的竞争者 在华人参政的这个历史上来说啊 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 对对对 所以说呢 我们可能并不是说 希望看到说 杨安泽真的能够当选美国总统 但是可能我们更关注的是说 作为一个华人的候选人 他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 究竟能走多远 能给这个华人以后参政呢 带来什么样的经验和借鉴 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对 这个 今天谈到杨安泽呢 纽约时报在昨天呢 有一篇文章 专门报道这个杨安泽 一个从政的一个过程 那么标题呢 大概就是 就从一个笑话开始 就是说 一个认识杨安泽的人 听说杨安泽要参选总统 感觉是一个笑话 那怎么可能呢 你一个企业家 他也不是这个政治人物 那么杨安泽一路走到现在 这就不是一个笑话了 而是一个 也不能说为传奇 反正就是说是 这个应该说比较成功 它成功在哪呢 第一个呢就是说 他呢 他的理念 他当初提出一个 每人一千美元这样一个 一个竞选的一个口号 当时人们感到 这什么竞选 其实杨安泽在后边 是有数据支撑的 第二呢就是说 杨安泽在竞选 这个过程当中提出的竞选 证件呢 他没有这个追随 比如说枪支 控枪 堕胎 以及攻击一些特朗普 等等的一些传统的这样一个民主党的一些做法 他提出的理念就是说 自动化 将来要取代人工 就是现在这个 美国比如说这个产业转移啊 或者是美国的这个产业啊 工厂 制造能力下降呢 就是 就是说这个 就是 就没有美国制造吧 但是这个东西呢 不一定不是什么中国或者是一个 这个社会发展一个过程 就是自动化 智能高科技 这些手段呢将来带来一些社会的改变 其中包括呢 大量的这个工人 这个失业 他从这个角度 就是说呢 然后呢 他是在第二次这个辩论当中呢 以后 这个筹款马上上来了 就是说这个第二次辩论以后 他的这个筹款额很快达到一百多万 而且捐款者很多人呢 都是第一次给美国总统候选人捐款 都是这样 所以呢这个美国的媒体分析认为呢 这个杨安哲呢 从开始到现在走到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当然了 你就刚才你说 就是说这我们不一定能 这个就希望他当选总统 但最起码为华人参政呢 做出一个榜样 这个呢 所以呢杨安哲 这个以前呢 我们在节目也谈到 我们华人社区呢 如果有能有条件 他是要支持这个杨安哲呢 一路这个参选到底 另外呢就是这个沃伦 这个沃伦呢 这个 因为沃伦呢被认为也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 这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了 那么他呢 没有和这个 在前两轮呢 没有和这个拜登呢 同台 那今天呢他俩同台 因为这个沃伦在其他两场辩论当中呢 表现也都算比较出色嘛 那今天同台 那个就是说 看看他和拜登之间的那个舌强轮战 这个你来我往 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况 那么我们加州还有一个 那个原来的检察长 叫哈里斯 那么他中文名叫贺锦丽 他呢 这个在墙的前两轮呢 被认为表现得不太好 那么就是 他也是一个可能排在涡轮之后吧 最起码在十个人当中的民调应该是第五或者第六 所以这两个人呢 也是值得关注 是 这十个人呢 应该说现在都是在民主党内初选呀 名列前茅的十位 但是呢 随着这个选战的继续呀 我觉得因为2020年的大选 连现在还有一段时间 是明年11月 所以在这个一年多的时间里啊 这个选战候选人会发生什么样的调整 那个什么样的变化啊 我们要持续的去进行关注 当然了 我们也看到在共和党阵营方面啊 最近也有一位前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 他也要提出参选 我们知道啊 因为这个2020年的大选呀 是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 他肯定是要寻求连任的 通常呢 在一个党内现任总统寻求连任 在他自己的本党内呢 提出挑战 通常是一件并不常见的事情 而且即使有这样的声音呢 通常会在初选阶段呢 就很快的就消失了 但这一次呢 我们不知道这位前南卡州的州长 他能够走多远 其实我也特别注意到啊 这个南卡罗莱纳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州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州呢 并不是特别的注意 特别注意 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翻一翻 美国的历史和美国这个政治人物的这个历史啊 我们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南卡罗莱纳州在美国50个州 相对来说呢 经济是相对落后的 他的这个GDP水平啊 可以说是美国50个州 排名最后五位的五个州之一 他一直在美国国内经济不是太好 而且呢他也缺乏一个支柱性的产业 可是这个州在美国的历史上啊 有的时候却是非常有独特性的一个州 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啊 南卡罗莱纳州是第一个宣布脱离美国 脱离英国 不是 脱离美国啊 南北战争 南北战争 这个南卡罗莱纳州不但是第一个宣布脱离美国的 还是向美国联邦军队开第一枪 现在联军开第一枪 对就是南卡罗莱纳州 同时呢我们知道南卡罗莱纳州呢 他们一直啊 南北战争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 可是他们一直在他们的国会打着美国南方独立的那个旗子 前几年呢还因为这件事情在美国国内 酿成了一场轩然大波 他的这个 为什么他还一直打着美国南部的这个独立旗啊 在美国的议会 很多人强烈的要求 特别是美国南方的一些黑人民众 强烈的要求把这个过去这个南方的旗子降下来 当时有很大的一场新闻啊 争议啊 我想您当时也都注意到 对对对对 后来他迫于舆论压力啊 把这个旗子降下来了 后来大家本来以为说他降下来就降下来了 可能就再也没有这件事了 可是后来我又发现啊 在新闻上说降当时确实是降下来了 但是呢直到今天还每年一年一度 他要挂几天啊 所以说他对于这个美国国家的这个忠诚度啊 是一直存在问题的 而且呢他似乎一直没有脱离 一百多年前美国南北战争 那个美国国内内战的这个阴影 再有呢我们看到南卡罗莱纳州 曾经有一位也是一位前州长 当然不是现在要竞选总统的这位州长 另一位前州长是一位女士 他被特朗普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他是一位印度裔的美国人 一位女士而且岁数并不算很大 就当了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 然后不久之后呢 又做了这个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可是他似乎呢在做联合国大使之间 就是说在他的任内啊 虽然他是由特朗普总统任命的 但是似乎呢他在这个美国执政团队当中啊 他跟其他人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 所以呢他又突然之间宣布辞职 当时也是美国的一个大新闻 对对对当时好像这个有传闻说 特朗普的女儿啊一万卡要接 对是是的确是有这么一种传说 对对对对对对对 当然后来我们发现并没有成为事实啊 对不过确实我们看到南卡罗莱纳州 是一个不断出新闻的一个州 尽管他的经济并不是太好 对啊所以说这位前南卡州的州长 他出来说要挑战共和党内挑战现任的总统特朗普啊 他能够把他的这种挑战法持续到什么程度 甚至说他有没有成功的可能 其实我个人倒是认为 虽然说他成功的几率不是特别大 但也不是零 因为确实即使是在共和党内 特朗普总统也是一位饱受争议的人物 对对对 那么大选呢就是我们再继续观察 昨天呢是这个911 那在全美国当然了包括这个南加州 各地都展开了这个纪念911这样一个活动 其实呢911这件事呢 这个我们现在看对整个这个美国 对整个世界这个政治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那可以说现在目前这个世界的形势或者世界的格局 都是从911以后 这个演变的 那这个在我们这个纪念911的同时 那么是不是对这个 就是说这个当然了这个911这个战争呢 911这个事件以后呢 第一个事儿就是小布希发动了反恐 反恐战争 那反恐战争呢当然了阿富汗啦 伊拉克啦等等 但后来眼神就大了 包括什么利比亚啦整个中东啦 叙利亚啦 叙利亚啦等等延续到现在 那么也有人说呢 由于小布希 这样一个这个这个美国把这个主要注意力转向反恐 那中国的经济呢得到了发展 或者是美中之间这种这个这个对抗也好 小了很多吧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中美之间呢也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关系 所以呢就是说其实911确实是有值得很多反思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那个祭奠911这件事 911这个事件啊 它发生在2001年 已经过去18年了 但是呢 似乎我们生活在美国的人啊 就觉得911好像并不遥远 它似乎就发生没多久之前的事情 因为它的确这件事情 不管是对美国还是对全世界 它所造成的这种影响的确是太大了 包括我们现在啊 我们其实回想以前 我们很多平时日常的生活 911之前跟911之后都有很大的不同 太大不同了 比方说最简单来说上飞机 以前我们送客人上飞机 我们可以一直送到这个机门口 对对对 是吧 我们接人也可以在机门口 机门的这个出口接 从来没有说是像现在安检的这么严格 是吧 可能有的时候安检不光一次 还要二次安检 有的甚至不是说光是坐飞机 在很多地方 以前从来不需要安检的地方 现在需要安检 大家都对于这种恐怖主义 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啊 其实感受的很多 而且我觉得从911之前 恐怖主义这个词啊 在人们的脑海中印象是一个很模糊的 对对 人们并不觉得恐怖主义离我们很近 但是911之后啊 即使你不生活在美国 你也对于恐怖主义这个词 这个概念啊 就理解到非常的深刻 而且就觉得他其实就在这个世界上啊 无时不刻的 这个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的威胁 特别是所谓的自杀式攻击 确实让人感到有的时候是一个难以理解 对对 像以前可能我们觉得 或者是说在中东地区啊 有一些这样的袭击 是吧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 其实恐怖主义在很多地方都有 不管是在美洲 在欧洲 在亚洲 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人们对自己自身的安全 对社会的安全 自从911之后啊 人们都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这我觉得对世界的影响 对我们每个人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像您所说啊 这个是对世界格局也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 我们知道这个小布什总统 他在刚一上台的时候 其实他对华的态度并不十分友好 特别是在2000年的时候 我记得 中美南海的时候 南海撞击事件 那个时候其实跟中美的关系 带来一个很负面的影响 但是呢 随着911事件的发生 美国他知道 他要在全世界推行这个反恐政策 甚至反恐战争的话 他离不开中国的支持 他也需要中国作为世界上一个维护 这个和平正义的重要的力量 需要中国这样一个支持 所以说呢 因为有这个反恐战争的需要 美国跟中国在这个小布什总统 还包括在这个奥巴马 奥巴马时期的任内 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没有自从这个南海撞击之后 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 这个不确定的因素 但是呢 这个后来到了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 至少在贸易方面 我们看到出现一些变化 其实这个中美关系是这样 就是说在反恐战争 当然你刚才你谈到 就是需要中国这样一个支持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反恐战争 也是这个美国呢 把整个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反恐上 因为这个美国呢 这个国家呢 就是说自从这个脱敌英联邦以后 那特别是二战以后 确定了美国所谓的这个霸主地位吧 那就是在很多年的过程当中呢 美国的经济不断发展 那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那由此而产生这个心态呢 就美国老大这样一种 这个心态 就是你这也不能动我 对吧 那么当然了这个911这种攻击以后呢 让美国的自信心呢 受到很大的打击 你看几个不切耳的这样一些国家 学员间哈 要用这种方式 而且呢 一个是世报中心撞了 一个是五角大楼撞了一小块 还有一个那架飞机呢 是要撞白宫 结果在宾夕法尼亚 这里就谈到这个 有一个叫郑月威的哈 这个一个华裔的是 修金山一个华裔 他是第一时间在这个飞机上 与地边同化 报告了这个 就是说这个 飞机被劫持 被劫持 而且呢 还提供了几个劫持人的座位号 这样的话 便于这个以后 这个就是说 侦破这个案件的时候呢 能查到这个嫌疑 那么就是说 在白宫没撞成 最后在宾夕法尼亚呢 最多了整个四架飞机 所以呢 就觉得就是美国人 这个911以后 这个自信心受到一定的打击 那么反过来呢 美国当然呢 就是说 我一定要报复 一定要消灭这些这个恐怖分子 但这样一个整体的战略呢 是对的 但是后期来讲呢 反恐呢 可能有些这个扩大化 就是所有的伊斯兰 对吧 或者是穆斯林 都成了一个对象 再加上这个 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政治嘛 犹太人在里边 人家以前这个尾巴 这个冲突 这个带来的这些 这个这个种族之间 那个族裔之间的仇恨 所以导致这个世界呢 最后是 更加不稳定 不稳定 就是比较乱 当然了反恐 我觉得没错 以后是不是夸大化 这都需要这个总结的 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啊 这个 在小布什总统执政的这八年 反恐 这个911呢 是发生在2001年 也就是他这个执政的第二年 第二年 所以说他从2001年 一直到他那个执政结束的2008年 对 在这七年的时间里 其实美国 我们我们回顾一下那七年 美国主要在做的 就是一件事 反恐 反恐 而且呢 他是不但是在美国国内反恐 在美国世界各个角度 几乎他都是在反恐 尤其他还打了几场比较大的战争 对 虽然说他的这个战争的对手啊 都是很弱小的对手 跟美国呢 没有任何较量的实力 对 他可以轻而易举的取胜 但是呢 美国通过反恐战争 他的这个军事实力 在这个世界上 似乎是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确立 确立 但是呢 由于他过度的在世界 通过因为反恐战争的 这个名义 来进行 大规模的这个军事行动 也确实导致了他 这个比较没有注意到 美国国内的经济 从而啊 我觉得在2007 08年那个时候啊 开始美国国内 发生了这些经济危机 对 经济危机2008年了 对 从那个时候 其实也正是这个小布什总统 他执政的末期 美国的经济开始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特别是在金融领域方面 对 所以到了这个奥巴马执政的时候啊 从2008年到2016年 这8年 奥巴马他其实一直想 把美国的军队啊 逐渐的 从阿富汗 从伊拉克 撤回来 尽管说呢 他的这个计划 并没有完全的落实 从一部分来说啊 他确实撤回了 美国很多的军队 但是呢 并没有像他所想象的 能够完全的 把美军 特别是从那两个战争的国家 伊拉克跟阿富汗 完全撤退 他把美国 当时很多的注意力呢 确实又拉回到 对于这个经济发展的 这个议题上 特别是在他执政的初期啊 不但是 拿出了很多刺激经济的 这样的计划 还搞了一个 很著名的奥巴马健保 直到今天啊 这个奥巴马 还在用啊 对 尽管说呢 人们对奥巴马健保 本身啊 保贬不一 很多人觉得是对的 很多人呢 对他也持不同的态度 但是呢 这确实在美国这个 健保或者说 美国这个国家福利的 这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啊 奥巴马健保是一项很重要的 这样一个历史事件 对 其实美国这个谈的健保 美国这个健保呢 其实是类似于奥巴马 这种健保啊 你在二十多年前 甚至老布希时代 克林郡时代 这些讨论 一直没形成 但最后是奥巴马 奥巴马健保 应该说是两党共识的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是一个 所以奥巴马呢 这个在执政这八年当中 而且还获得了这个诺贝尔这个 和平奖 和平奖 那么到特朗普 特朗普2016年上台以后呢 其实这个美国一方面是经济 一方面呢 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种这个崛起 又让美国呢 再次感到了压力 因为小布希是反恐 特朗普上台是面对中国这么一个强大的一个经济实体 那么呢 这个因为还是这个 就是美国人的示威嘛 它是总是这个东西方的示威不一样 所以呢 它觉得中国威胁了 那么而且特朗普本身来讲呢 它是代表了一个这个传统或者保守的 那么这个美国优先这样一个口号也是很多名习嘛 因为美国人说美国第一当然好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在这样一个理念或者一个指导思想的这样一个驱动下 特朗普呢 对中国呢 逐渐的这个强硬 到现在呢 我们看到这个中美贸易战 不过中美贸易战在昨天呢 传出来一些比较好的消息吧 这个一个呢 中国首先呢 就是从这个进 对于从这个美国进口中国商品当中 减去了这个16项 这个16项不征税 就这个意思 那特朗普呢 做出一个动作 本来是10月1号 开始对中国2500亿进口商品 加增5%的关税 那么推迟到10月15号 我觉得这样一个做法呢 双方呢 都应该是有一些善意吧 而且呢 这个在这个 应该是9月中下旬 中国应该有个副部级的 层级的代表团 到美国来磋商 为这个刘鹤副总理 10月份 到美国和这个 财政部长姆鲁钦这些儿 来谈的 做一个铺垫 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 又有点这个 风回路转的意思 我们知道 其实啊 随着这些年 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中国综合国力的壮大 以及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 这个地位的提高 确实呢 让美国 感到了一定的压力 因为美国自从这个 冷战结束以后啊 美国他是一家独大 他似乎觉得他在世界上啊 已经达到一个 没有人可以对他形成 挑战的这样一个地位 其实中国呢 也并不是说有意的 要对美国挑战 但是中国自身的经济的 这个体量 中国自身的这个人口资源 国土面积 以及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中国即使自己是抱着一个 完全和平的 自我发展的这样一个心态 但是美国人呢 他并不一定完全这么看待 因为他自己一家独大惯了 即使你是一个很和平的崛起 他的心里也有障碍 所以说其实我们回过头来 即使到了这个 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 就有一些 要怎么说呢 要跟中国逐渐的挑起 对抗的这么一个苗头 比方说 当时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 曾经提出了一个 美国要重返亚洲的 亚太战略 也正是在这个奥巴马的任期期间 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军舰 开始出现在南海 进行所谓的这个什么航行自由的这个行动 对中国的这个南海主权提出一些挑战 这方面呢 我们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感觉到 中美观 有一次的忧虑 当然到了特朗普的时期 他把这个对抗当然是大幅度的升级 而且在这个贸易方面 可以说贸易是中美两国过去交往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对而特朗普正是在最重要的这个方面 对中国发动了这个贸易战贸易争端 对中国加征关税从第一个500亿的商品加征25%到后来又500亿的商品加征25% 然后又有接下来的这些关税 而且中美双方是经过了其实多轮的谈判 包括中美两国元首曾经在这个阿根廷在日本 就这个事情曾经达成过两次共识 但是呢最终呢都没有在谈判当中啊 把这个贸易的问题彻底的解决 直到现在啊 我们看到这个贸易 中美这个贸易啊 确实一直这个关税的问题 在影响着很多中美两国的企业 虽然说呢我们对于目前的这个发展 又有些像您所说峰回路转啊 对对对 但是从多大的程度 我们可以期待这个问题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 我觉得还现在我们还没有到非常乐观的时候 行那个刚才呢 我们这个就911这个以后 世界格局发生的变化 中美关系发生的变化 简单谈一下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确实这个911以后 有很多东西呢 值得我们讨论和反思 那么以后呢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会继续来谈这方面的问题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儿 谢谢观众 谢谢大家 谢谢孙先生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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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 观众 感谢观看